记者黄美朱竹县报道 位于新竹县中正空气品质净化区内的国际环境教育园区 在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主动发起会员一起出前出立下 将作为台湾原生植物的保重基地 该协会新竹分会把这号称万平绿地的现场 除人行不到 规划出六个区域依不同特性来栽种台湾原生种植物 有海滨植物、幼鸟植物、寄竹与蜜园区、香草植物、民俗植物 以及回收于水的水池 希望及此认识台湾原生种植物及其相关生态的重要性 该协会常务监视陈世阳说 他们计划在这里栽种下一万多棵 包括桥木、灌木、草本以及藤本的原生植物 首次大规模动员植树就计划在今年10月28日 目前透过会内的号召 已经有许多人捐款要赞助这个保重任务 也期待有更多的企业一起共襄胜举 即使是肥会员也可以参与种植跟赞助 他们的种植活动即使准备了不少原生植物 要教大家如何种植 陈世阳还说 未来三年 该协会还要带助大家一起来照顾这些种下去的树苗 并训练志工把环境教育的课程带尽 这个他们昵称为新竹环保公园的环境教育场所内 希望让这个公园成为全国的示范公园 也是全国第一座真正的国际环境教育的公园 成为未来全新竹的环境场域所在 期许有一天可以因此名扬国际 成为新竹人的骄傲 新竹县政府环保局局长皇室汉直言 这个国际环境教育园区占地1.5公顷 原先是墓地 经过该局整理成为百元扶神所在 也是新竹县中正空气品质净化区 如今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主动想要帮助 把这个原本就具有慎重追远一寒的场域 转变成为台湾原生植物的保育基地 它对协会自动自发的努力非常赶佩 而为了这个保育基地的建设 该局从今年4月开始 也以每月一场生态讲座的方式 跟该协会合作 跟所有有心人一起认识台湾原生种植物 及其相关生态的重要性等 透过讲座和介师植树活动的现场实作 让所有人都能一起来重视台湾原生种植物的暴雨 井 我看你这种暴雨 我看你这种暴雨 我看你这种暴雨